以往生账朋友要申请辅具的补助 必须要先全额购买 再由政府来办理合销的作业 而为了简化民众申请的流程 同时更快的拿到辅具 张国县政府计划由合约厂商 来协助民众代为办理合销补助款 目前已经跟各个县市总共40多家 合法辅具的厂商 门市跟公司等等来签约 希望提供生账朋友更好的便民服务 如果你买的是这台电动轮椅 那它的定价是3万2千块 扣掉补助2万5 你只要补差额7千块就可以了 为简化民众申请辅具补助的流程 并更快拿到辅具 县府计划由合约厂商 协助民众代为办理合销补助款 目前已与各县市 共40多家合法辅具业者 签订合约厂商 张国县政府现在是整合我们的资源 提供给我们生账朋友 他们在辅具的部分 不用穿过去 比如说它是符合到我们政府补助 你自己可能要带电 然后拖了很久 你才能拿到这个经费 那对于一些比较这个弱势的 一些生账家庭 是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过去生账朋友 最要申请补助 必须先向辅具厂商全而购买 再由政府办理合销补助 最要购买辅具的辅具 就必须先负担高额费用 现在县府与合法辅具厂商订约 身账朋友只要收到核定函后 不差额便能够购买辅具 查访它OK符合资格的话 它可以直接跟辅具公司 把它不足的那个额度先行搅完 那这个有关于政府补助的这个部分 就透过我们辅具的这个公司 直接来跟县政府来清款 减轻我们生账朋友们 他们的一个这个负担 县府目前也持续接受厂商签约申请 一直到9月30日之 欢迎各家厂商加入这个行列 提供生账朋友更好的服务 让他们能透过辅具的协助 自立自强自我实现 借从新潮线采访报道